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ED BASIC READ SHOW,我是尤俊,又再回答来设计工作VLOG啦! 这个星期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现在就要去采访油管,博装时尚,零费期,减速店铺,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啦,走啦!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租下来的时候,那个地主他RENOWEB,他的门。 去访问的那一节主要是提上ZERO WAIST 就不要浪费东西啦 所以现在就下班啦,明天见啦,拜拜!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呢就要做一个课题有关哦 盲人按摩院还有美容院3月5号可以重开 今天是3月4号嘛,明天是3月5号,明天就可以重开了咯 记者有联络Sin Nicholas Home的CEO,讲说要去访问 他reply了,叫我们一点的去,所以我们等一下一点再过去啦 这样子的话,吃完烂再过去,不然的话饿咯 到Sin Nicholas了咯 OK,Interview 完了,明天开位咯,他们需要follow一些SoP咯 例如按摩整个一个小时,他们原本full body massage咯 有两个选择,要不然一个半小时,要不然两个小时 可是因为要跟SoP咯,所以只能缩短到一个小时罢 OK,所以今天的工作差不多到这里啦,明天见啦,拜拜! Good morning everybody! 现在我是要过去Falim的Clinic Aseata那边看看 YB接种新冠疫苗 YB在JEC前面,JEC装潜出这个BOW 我这里是JEC装潜出这个BOW 接种是在JEC装潜出这个BOW 所以,我没有WOW的进去FALIM就只能在这里看到 1BOW CLEW HOT CLEW HOT 3BO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从那个Clinic Seattle那边出来 其实今天大多数接种疫苗的都是YB跟前线的 好像护士啊医生这样子哦 如果这样刚好你外面打完疫苗 你有看到一张那种卡片 I already 疫苗之类这样子的话 也要记得拍照哦 因为很难得的 不然的话你打完后还要再进去就难了咯 The next step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其实音乐变得很setset这样子 因为现在是要去访有关好人老师 好人老师是关好日报哦 设立来帮助一些生活上有困难还是需要帮助的人的咯 现在要去follow up的case 中风需要洗身费用 所以现在就要过去病患的家做访问 顺便看一看他家里的情况是怎样走啊 刚到病患的家的时候哦 这样刚好他不在家他在医院 只有他的女儿一个人在家吧 所以就没有办法拍到他照片 还有也没有办法跟他拿到任何详情哦 只可以跟这个好人好事的case的 推荐人的见证人拿一些details哦 所以现在就已经处理完了 希望过后没有东西了啦 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哎真的不可以开心的太早啊 现在临时要去拍一场火载 在Sungapinang Toyota Service Center附近那边 所以现在去看看火载到什么程度呢 走啊 收工了咯 小时小时听说只是神手烧掉吧 我到的时候火已经救完了 消防队已经在收着牌了 所以现在已经拍完了咯 这次真的是希望明天再见啦 拜拜 Good morning everybody 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去 interview 马尼Janger 我们看去年MCO到现在 他们所面对的困难 那边在这里是什么时候 你还要去接收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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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接收工吗 我去接收工 你还要不要去接收工 我去接收工 ok interview完了 然后大多数业者讲说 生意额跌得很厉害 甚至有其中一间讲说 生意额跌了95% 所以主要原因是 没有游客咯 然后本地的人也没有得出国 所以就没有人需要换外国或者本地的钱咯 然后再加上寄钱回家的外劳也变得很少去 所以才会导致生意额跌得很厉害 interview 完了 所以今天的工作就到这里啦 然后明天就是我update了 所以这个星期的工作vlog就到这里为止啦 喜欢这个vlog的话记得 点赞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 做影片不容易 所以请大家记得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